一磅两磅三磅 如果脑袋变成了西瓜 还被室友用棒子打 那他是想吃掉你吗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可就算浇出了一片彩虹 西瓜苗的种子依然在土里沉睡 之所以不发芽 只怪老妈当杂草随手拔了 看着老妈冷酷无情无理取闹 大寻寻着屁股想引起蓝胖子的注意 只因为都是小学生了 还没体验过打西瓜的快感 三岁时没有一次机会 西聊土黄蹄胖虎抢了自己的棒子 本想回家后大显身手 西聊老妈的刀素快到惊人 没有打过西瓜的人生 是不完整的人生 大熊失落到猛难哭泣 蓝胖子只好拿出西瓜笔 想把大熊完成心愿 拿起棒球 画出西瓜的条纹 就会变成西瓜 只要圆形的东西都可以 大熊决定一击必杀 手握大棒 大力出奇迹 蓝胖子兴奋的像个250斤的胖子 颗蛋猪哪里撑得上西瓜 眼看大熊的脸更黑了 蓝胖子只好出门寻找目标 可不是方的就是尖的 但大熊膀胱一扫 腰瘦了 我拿你当兄弟 你却把我当西瓜 蓝胖子还在气头上 足球就从天而降 形状大小刚刚好 画着花纹变成西瓜 就等大熊大力出奇迹了 其乐大熊的棒法简直离谱 就抱了蓝胖子的头 足球的主人过来认球了 可成了西瓜的球 有点废头 蓝胖子又偷摸进别人家的院子 还被抓了个现行 其乐大熊的棒法 还是那么准 可石头变的西瓜 坚硬无比 大熊差点双手骨折 还有媳妇家有气球 可以小试一下 蓝胖子用粉笔圈住一块地 接着拿出空间交换机 当起了氛围组 阳光沙滩大西瓜 蒙眼大棒打西瓜 竟相率先出发 在富军的指挥下 一击必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巨型 本以为西瓜还有很多 这都不算事 可扛不住人多呀 看着不倾自来的小伙伴 大熊的心 随着西瓜一同碎了 看着别人吃瓜吃得香 大熊杀人的心都有了 大熊想当威武雄壮的汉子 却成了被胖虎蹂躏的小鸡仔 其料小福鬼魅一笑 送给大熊一个大惊喜 大熊超感动 也不管是用啥变的 在众人的呐喊助威下 一棒落下 第二把西瓜敲个戏巴烂 蓝胖子都惊呆了 眼看棒棒要人命 蓝胖子空手接白刃 才保住了猫命 大熊落魄极了 觉得自己要喊喊而终 其料西瓜来得太突然 最懂大熊的 果然还是自己的家人 大熊两眼放光 在家人期待的目光中 搭到了第一个西瓜 那么变成西瓜的蓝胖子的铁头 能抗住大熊一棒吗